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学佛人对佛对魔要分得清楚 心量越来越小 越来越嫉妒人家 那说明你已经心中有魔了 如果你的心态越来越大 心中没有怨恨 什么都可以忍得下 说明你心中已经有佛了 所以人学佛要无怨 无恨 学佛的人怨人家 恨人家 你就在因果当中永远不能脱离 所以学到后来要越学越进步 学佛学到后来就要超越人间的烦恼 很多人就是不能超越自己 更不能超越自己的因果 所以因来了 那你要好好地去种善种子 才能有善果 今天谁都不要去怨别人 谁都不要去恨别人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业力招来的 好 下面就可以